掌聲歡迎第三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 崇德獎頒獎典禮主持人 東南亞媒體譽為亞洲華人名詩 他是高雄人 熱情歡迎典禮主持人金玲老師 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 崇德獎頒獎頒獎 一個蛻變的城市 必須要不斷發掘人才 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 崇德獎非常深受社會矚目 主辦單位高雄市國際青年商會 深耕高雄六十三年 秉持著服務人群的理念 走過千山萬水 說過千言萬語 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決選出第三屆 令人千億萬分 敬佩的十位傑出市民 崇德獎當選人 高雄越來越進步 高雄一定越來越美好 感謝指導單位 高雄市民政局 高雄市議會 團隊的引領與協助 巨大的成功 不是來自力量 而是來自任性 崇德獎創辦人王宇生先生 從他言行中 原來管理是一種嚴肅的愛 善於發現人才 團結人才 使用人才 是創辦人王宇生先生 卓越領導的典範 請現場嘉賓為第三屆高雄市 十大傑出市民 崇德獎頒獎典禮 一個最大鼓勵支持的掌聲 宣讀總統賀店 高雄市高雄國際青年商會 黃會長秉齊 繼全體與會人士攻劍 新西定於本109 8月29日 居行第三屆高雄市 十大傑出市民 崇德獎頒獎典禮 特殿致賀 僅向所有得獎者 表達誠摯洩誠 與家面 致判藉由此至聖事 建立多元人文公益 協計社會公共事務 行訴富額好禮成事 共同為營造 溫馨和樂之幸福國度 貢獻心力 敬祝活動圓滿成功 祝為平安如意 蔡英文 中華民國109年8月21日 請掌聲響起 社會猶如一條船 每個人都要有掌舵的準備 身為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主辦單位 所期望的是能全力以赴 和獻身於最愛的高雄 創造更美好的幸福 熱烈掌聲歡迎主辦單位 黃秉齊會長 兼主任委員為我們致詞 歡迎主任委員 為我們致詞 歡迎主任委員 黃秉齊 我們請禮賓師麥克風 我們請禮賓師麥克風 登記者 請禮賓師麥克風 前繁星 為我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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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參加 創辦人王宇森 前會長 還有我們的 時捷榮譽主任委員郭國勝 榮譽主委 還有我們時捷 省界委員會的主委 我們的副勝利 副校長 以及 國際經驗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我們國家總會長王國戰總會長 還有 與會的總會長官 與會的嘉賓 還有我們今天 麗麟 時捷的這個 頒獎典禮的各位 高雄市民 高雄青商會的 相關會友 慧兄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高雄市國際經驗商會第六十三屆會長黃敏齊 感謝大家 今天出席共同競爭這場屬於高雄在地榮耀的典禮盛事 高雄國際青年商會 創立於一九五七年 是全國一百五十三個 青商分會裡面 排名第3 是大高雄地區 第一個成立的青年商會 過去一家子的歲月裡面 我們培育了許許多多的青年名秀 無論在中央及地方也曾經出過 行政院長 委員 議長 議員等 以及許多在地老字號的知名企業 老總 也曾經都是我們高雄青商會員之一 青商會是非名利的社團組織 多年來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 經歷了多少 會晤的挑戰 也舉辦了多少公益的活動 青商人以訓練自己 服務人群為目 自許 那 在63年來高雄青商對 地方的貢獻 相信是有目共睹 而在2015年 由本會 陳惠縣前會長 與重德獎創辦人 黃宇森前會長 共同舉辦了第一屆十大傑出市民 選拔 主要就是希望 讓這些跟高雄青商一樣 長期為高雄這塊土地 付出 貢獻的人 能夠獲得 地方上應有的 表 與贊助 今年 由我們黃國藏總會長 所提出的口號 培育青年新領袖 看見青商影響力 18到40歲 是一個剛出社會 正在學習如何創業 打拼的青年人 也影響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個剛出社會 正在學習 的青年人 影響了我們的國家經濟 所以 在訓練青年人 其實對我們的國家經濟發展 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在本屆的選拔過程中 我們經過了初審 副審 以及 決審 嚴謹的評審程序 那產生了合乎本屆的主題 人文會卻 左而不群而 傑出優秀 能選 除了單選人本身 在特定的領域 有一番成就之外 同時 也默默付出行動 回饋鄉里 投入 慈善公益 照護人群 與青商會的訓練自己 服務人群的理念 勿模而合 對於他們多年來在地 默默的付出與貢獻 來成為 在第七年學習的版樣 比標竿 讓這些傑出的市民領袖 給予青年人 積極正向的影響力 進而成為在地未來 更優秀傑出的人才 因此 能獲得這項殊榮 站在這個台上 接受表揚 實至名歸 同時 期待歷屆的時節 當選人 能持續發揮影響力 莫忘初衷 秉實著回饋鄉里的心 協助地方培育更多的青年人 共同提升 地方的競爭力 最後 也感謝我們的指導單位 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民政局 以及今天蒞臨現場 主管機關 高雄市 社會局以及高雄市青年局 等各級長官總會長官們 對本次典禮活動的關注 與支持 期待對於舉辦這種 對地方發展極具意義 及影響力的活動 能獲得政府機關更多的 支持 鼓勵 讓我們能夠持續的舉辦下去 讓 更多為地方努力貢獻付出的市民 能夠獲得更多的肯定 也祝福今天蒞臨 現場的委會來賓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預祝今天的大會 能夠圓滿成功 感謝各位 謝謝 感謝會長的勉勵 與支持 我們高雄市 十大傑出市民 自2015年首辦 第一屆 在歷經四年的努力奔走 與付出 在2019 續辦 第 二屆 承先起後 來到今年 第三屆 正幕後 有一位 推手 我們敬愛的 前輩 先進 掌聲 歡迎郭博勝榮譽主任委員 為我們勉勵致詞 為我們勉勵致詞 我們民政局的 副局長 我們 清商會 黃鼎齊會長 我們 十大傑出市民 基金會的 我們的創辦人 王宇生 王創會 會長 我們副勝利 副校長 我們 今年 我們 選拔出來的 時節 優秀市民 我們在座 我們選拔的委員們 我們 在座的貴賓 大家好 好 好 目前我是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的理事長 全國理事長 我們工商建會呢 成立到今年 總共37期 一年一期 所以 30幾年的歷史 那要參加我們工商建會啊 你必須 要有資本額跟營業額的 的一個要求 一開始的資本額 必須要 要1億 營業額要2億以上 才有資格參加工商建會 那我們目前啊 工商建會有 將近3000個會員 都是 台灣 非常有名的 上市商會公司的 老闆 在 我們台灣的各 業界 各類伯啊 都是 可以說都是領袖 也很多的 世界之光 那我們 10幾年呢 在我們 今年已經是邁入 第三季 我們王宇生 主席啊 他非常的辛苦 因為 他在 謀劃 在策劃 然後在 選這些10幾年啊 可以說 用心良苦 你像我們今年啊 經過 遇選 複選 決選 選出了 今年的 最後這10位啊 可以說都是 非常的優秀 不知道怎麼去形容他們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 10幾啊 應該要繼續辦下去 因為我們高雄啊 人才積極 我們這個10幾啊 可以說 可以作為 全國 全世界的一個模範 我也希望說 以後呢 我們 全國能夠 辦個10幾 那當然啦 我覺得我們高雄 的人才啊 不輸給 任何一個地方 我一向以高雄為榮 我是高雄人 我生於是 長於是 我也認為全世界 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台灣 的高雄 我希望大家 等以此共勉 那我們共同努力 創造我們 高雄為一個 世界上最美好的 一個家園 在這邊 親愛的大家 介紹 與會 師長 貴賓 高雄市議會 曾麗彥議長 高雄市民政局 陳淑芳副局長 高雄市社會局 陳秀群專員 高雄市青年局 張毅禮局長 為各位介紹與會來賓 深入科技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蔡中武董事長 綠豐營造有限公司 楊文宗董事長 楊文宋董事長 歡迎 易東實業有限公司 陳又易董事長 中六隊 林德雄會長 南之區 郭嘉豪執行長 哈瓦山分會 鄭 會長 接下來 歡迎國際青年商會 中華民國總會 貴賓歷領 王國讚總會長 郭仁豪前總會長 林恩義前總會長 賴胡偉 搶藏物監事 為各位介紹 貴賓 鳳山青商 黃恩瑜會長 貴賣 貴賓 去港青商 郭泰 會長 大眾電台 王魂 吶協理 貴賓 清商 官文宣 會長 为各位介绍历届崇德奖当选人 欢迎第一届十大杰出市民 高雄师范大学 柯耀诚助理教授 高雄市参议工会 林茂林前理事长 欢迎第二届十大杰出市民 黄运建设古贝纽线公司 郭敏仁董事长 旧镇南食品公司李雄敬董事长 镇修科技大学黄雄红助理教授 台湾宝瓷水科技李建奇董事长 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李开志秘书长 为各位介绍省建主任委员 及全体省建委员 主任委员一手大学 副胜利荣誉校长 高雄大学黄英中教授 一手大学张秀琼助理教授 台湾上市会协会 孙明豪副理事长 新亚电脑公司 魏碧芬董事长 川朝起朗艺术工坊 萧起朗总监 感谢师长推并地名指导 共襄盛举 更感谢今日出席与会支持的家人 Machi好朋友 请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 掌声恭请高雄市议会 甄丽燕议长为我们勉励致辞 Let's welcome the speaker of 高雄市市 council 珍丽燕 第三届高雄市接触四名的 20位当选人 我们的选拔会的黄会长 还有我们沟荣医主委 还有我们的创办人王以森 还有我们的刘执行长人好 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好 好 今天各位抱歉一下 我感冒 咳嗽得很严重 我跟我们的华会长讲 不要让我上台 等一下讲话会不会出状况 他说没有啊 你简单上去啊 祝福一下就好 首先我要代表议会 祝贺今年刚出炉的十位 杰出的四年 也感谢大家默默为我们的城市 来付出你们的努力 在这里我要大声的说 高雄有你们 真好 欢迎所 城市的生命动力在意人民 城市最美好的风景也是人民 杰出是民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头 带着大家往前从 高雄才会越来越进步 高雄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照气同步 活力满满 期盼我们十大杰出 在各行各业 发挥你们的影响力 带动城市进步 高雄市议会永远会支持你们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 把会长所带领的高雄国际青商会 你们在各个领域里头 以及在你们的会务里头 为我们高雄市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善事 那谢谢你们 让高雄越来越好 祝福今天的 接触的领奖能够圆满成功 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深恭请省建主任委员 一手大学 富胜利荣誉校长 为我们勉励致 欢迎今天的各位贵宾 我们的上级指导委员 我们的议长 还有清商会的各位领导 在座的各位贵宾 我个人非常荣幸 这次可以应邀担任 这一次我们高雄市 事大结束市民选拔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 我也是高雄市的市民 在高雄市所举办的活动里面 我想这一个 以市民为主 然后选拔结束市民的活动 可能是真正提升高雄 一个最主要的意义 那高雄青商会第一届 在办的时候 会有幸运 也有参与 那中间 我因为学校的关系 并没有持续的参加 但是我一直观察过来 我们提出来的这些人群 那我可以跟各位在座的贵宾 一方面做说明 二方面做保证 每一位经过我们委员会选出来的十大结束市民 绝对都是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本人的典范 在座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陈兆龙陈院长 各位都知道 我之所以因为陈院长在 我就拿他来做一个范名 他除了本身在他的医疗方面 非常地结束 幻肝 我们有很多的知情好友 都是经过他的庙所 才得到的生命的延续 更重要的是 我有时候偶尔会在机场帮到他 他利用假日 跑到到外地去 继续做医疗的服务 今年度 我们十大结束 高雄市的十大结束市民 在我们委员会的支持之下 我们的所有的平成委员 在认真选拔之后呢 我们选拔出来的这些候选人 都是在各行各业里面 他们本身的付出 跟他们的表现 都足以做我们每个人表率 所以再次的感谢新商会 主办这样一个活动 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再次的公祝每一位当选的 结束市民 日后可以做我们的典范 那最后呢 我很高兴 这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场合里面 这个 诗意介绍我的时候 是介绍医疗大学的 副生理校的 那各位也许觉得 这个有什么稀奇 因为在以往我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介绍医疗大学的副校的 那每位贵宾都觉得 不是味道 好定我该来 如果好定我该来就放心 所以这一次呢 我很高兴能够担任这样一个职务 我也非常感叹 请他会 这样一个 远见 以及提升我们高音寺的一个 这样一个活动 也代表我们委员会 公祝每一位 获奖的这个 候选人呢 你们实至名归 值得做我们的凯模 谢谢 谢谢 感谢荣誉校长给我们的勉力支持 亲爱的大家 这是一个开心的颁奖典礼 再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掌声 为各位介绍我们一位贵宾 青山南四区蔡震燕执行长 请跟大家揮揮手 掌声恭请国际青年商会 中华民国总会 王国赞总会长 为我们勉励致词 请欢迎欢迎台湾国总会 王国赞总会 王国赞 高雄市第三届四大杰出 市民颁奖典礼 国赞警代表 台湾总会 青山总会 献上最诚实的祝福 祝福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 可以一切顺利圆满 首先 问候我们的主任委员 秉齐会长 问候最支持青山会 我们的曾义长 我们的创办人 我们的王宇生前会长 也是我们的荣誉主委 郭主委 我一直以为 坐我旁边是副校长 原来是正的校长 一手大的小杰 曾小杉 副校长 在场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好伙伴 好为宪 在场我们的民政局 城府局长 我们青年级生 我们的青年事务局局长 我们的局长 还有各级机关首长 以及我最亲爱的 青山会好伙伴 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嘉宾 大家 午安 大家好 好 好 很高兴 国赞队 受邀到来参加 十大杰出 市民 我们的颁奖典礼 应该是说 40岁以下 应该是游户馆 我们青山会是 十大杰出青年 是由青山会主办 办了58届 今年第58届 每年为国局 彩10位到11位 因为有真摄一个 叫华裔青年特别奖 那青山会 本子是训练 我们跟其他商大社团 差异性 青山会是有年纪的限制 跟训练为中置 那秉齐会长 今年是高雄国际县上委的会长 那很高兴在2015年 由微信会长来做创办 那我们持续 第三届 好的事情要持续来推广 那我想今天是好的开始 我们让当选人 他来当选后 影响他的影响力 整个社会资源 创造永续影响力 这是我们其上的宗旨 那期待 我们第三届 第四届 持续办下去 那今天的颁奖典礼 应该是说 与生会长邀请我来 因为今天有我们的 高雄市结束市民 是我们的 那个 最初的人 就是我们的 张亚文 我们当选人 因为最初的人 也外在叫最初的心境 都差人一样 所以因为他父亲不在高雄 所以 如果有办屏东市 大结束市民 就叫我老婆来的头 最初的心境 那今天 我但其实要表达台湾 情商总会 献上随时诚慈的祝福 希望今天 是好的开始 我们今天的办展天 可以一切顺利 祝福 作为一位来宾 身体健康 家庭事业 社团一切顺利 心体健康 需要行动 祝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所有的汇法 和阿波罗罗罗罗罗 感谢